王成 话说王成 原是平原县一个就官僚家的子弟 他生性懒惰 生活越来越没着落 后来只剩下几间破屋 与妻子睡在破草席上 经常互相怨恶 难以度日 当时正是炎日的夏季 村子外边原来有个周家的花园 已经强倒屋的 只剩下一个亭子 村里有许多人来这里住宿成凉 王成也在其中 有一天天亮后 睡在这里的人都走了 太阳升起三杆高 王成才起来 摇摇晃晃的想要回家 忽然看见草丛中有一股金钗 他拾起来一看 上面刻着仪宾斧造一型小字 王成的祖父原来是横宫王府的仪宾 家里的旧屋 很多都是这种款式 因此王成拿着金钗愁愁了半天 这时有个老婆婆来寻金钗 王成虽然很穷 但秉性耿直 急忙拿出来交给了他 老婆婆很高兴 极力称赞王成的品德 说金钗不值几个钱 可这是一顾丈夫的遗物 王成问你夫君是谁 老婆婆回答说 是一顾一兵王俭治 王成吃惊的说 那是我祖父 你们怎么认识的 老婆婆也惊讶的说 你就是王俭治的孙子吗 我是胡仙 一百年前 我同你祖父相好 你祖父死后 我就隐居起来 今天经过这里时已试了金钗 恰好被你试到 这不是上天的安排吗 王成也曾听说过祖父有福气 便相信了老婆婆的话 邀请他到家工作 老婆婆跟他去了 王成叫妻子出来相见 只见他穿着破烂衣服 面黄激瘦 老婆婆叹息说 可王简直的孙子 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又见破国就造 没有一丝烟火 老婆婆说 家境如此 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王七就把贫苦的状况 细细地述说给老婆婆听 忍不住呜呜呜哭泣起起来 老婆婆把金钗交给王七 让他到市上当了钱 买些米来暂且度日 三天以后再来相见 王成挽留他 老婆婆说 一个妻子你还养活不了 我在这里 你只能仰望无敌 无可奈何 有什么用呢 说完镜子去了 王成对妻子讲了 老婆婆的来临 妻子很害怕 王成称颂他的人意 让妻子像带婆母那样侍奉他 妻子答应 三天后 老婆婆果然来了 拿出一些银子 让王成买米 面隔一时 夜里他就同王成的妻子 一块睡在短床上 妻子开始很害怕 但后来看到他心意诚恳 就不在一心 第二天 老婆婆对王成说 孙子不要再懒惰了 应该做点小买卖 做吃山空 怎么能长久呢 王成告诉他 没有本钱 老婆婆说 你主夫在时 今因绸缎断任凭我去 我因自己是世外之人 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没有多拿过 只积攒下买花粉的四十两银子 纸巾还存着 长久放在我那也没用处 你可以拿去全买成隔部 立即赶到京城卖的 可赚点利钱 王成听从了他的话 买了五十多匹隔部回来 老婆婆让他马上收拾行装 估计六七天就可以到京城 并嘱咐王成 要勤不要懒 要快不能慢 如果晚到一天 后悔就晚了 王成恭敬地答应了 带着货物上了路 王成中途欲语 衣服鞋子全湿透了 他平生从未经历过风霜之苦 疲倦不堪 就决定暂时在旅店歇息 不想大雨下了一整夜 防言语流如声 过了一夜 道路更加泥泞难走 王成见来往的行人 积水没过脚波 心中怕苦 等到中午 雨才不下 但一会儿 阴云密布 又下起大雨 王成只好诱住了一宿才走 快到京城时 听说隔部价格飞涨 王成心中暗暗高兴 进京后 来到客店解下行装 店主非常惋惜他来晚了 原来 南方的道路刚开通 隔部运至京城的棘手 贝勒府又急着购买 价格顿时上涨 比厅时贵三倍 前一天才刚购买数额 后来的人都很失望 店主人把缘故告诉王成 王成闷闷不乐 过了一天 隔部运到京城的越来越多 价格更下跌了 王成因为没有利润不肯出售 吃严了十余天 算计时速花费很多 更加反昧忧愁 店主人劝他把隔部件卖掉 还做别的买卖 王成只好听从 亏了十几两银子 把部全部脱了手 早晨起来 王成准备回去 打开行囊一看 银子全没了 王成惊慌地告诉店主人 主人也没有办法 有人让王成报告官府 要店主偿还 王成叹息说 这是我命该如此 和店主有什么关系 店主听说后很感激他 赠送他五两银子 劝慰他让他回去 王成自己考虑着 没脸回去见祖母 里里外外地犹豫徘徊 信退两难 一天 王成恰好看见 有斗鞍纯的 一赌就是几千文钱 每买一只鞍纯 常常花费不止一百文 他忽然心中一动 算算行囊中的钱 紧固泛满鞍纯的 就回去同店主人商议 店主人极力怂恿他 并且约好让他借助店主 管饭吃 不收他钱 王成很高兴 就上网了 他买了满满一单鞍纯 又回到京城 店主人很高兴 祝他早点卖光 到了夜里 大鱼一直下到天明 天亮后 街上水流如何 雨还是没停 王成只好住在店里 等待今天 可是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不停 看看笼中 韩纯慢慢死了一些 王成害怕极了 不知怎么办才好 又过了一天 死得更多 仅剩下几只 合并到一个笼子内养着 过了一夜又去看 只有一只还活着 王成告诉了店主人 忍不住泪流满面 店主人也为他振臂叹息 王成觉得银两亏净 有家难回 只想寻死 店主人劝慰他 同他一块去看那只活下来的鞍蠢 店主人仔细审视一番后说 这只鞍蠢好像不同寻常 那些死了的鞍蠢 未必不是被他逗杀的 你现在也闲着没事 就训练训练他 如果是个两种 用他来赌博也可以谋生 王成遵照店主人的意思去做 训好以后 店主人让他拿着到街头 赌些酒饭吃 这只鞍蠢十分健壮 几次都赢了 店主人很欢喜 交给王成些银子 让他去与富家子弟赌 又是驴赌人生 过了半年多 王成积攒了二十两银子 心里健感宽慰 把这只鞍蠢看作幸运一般 起先 有个大亲王好度鞍蠢 每逢元宵节 就放民间养鞍蠢的金王 赋予他的鞍蠢决斗 店主人告诉王成说 现在发财可以说很容易 所不知道的就是你的运气如何 于是就把大亲王府 斗鞍蠢的事告诉他 带他一起前去 主妇说 如果败了 就自认丧气出来 倘若万一斗胜了 大亲王肯定要买下来 你不要答应 如果他抢买 你看我的脸色行事 等我点头后再答应他 王成说 行 来到王府 来斗鞍蠢的人 已经拥挤在店街下 不一会儿 亲王走出御店 左右随从宣告说 有愿斗的上来 立即有一个人手把鞍蠢快步上去 亲王命令放出王府的鞍蠢 客人也放出自己的 两只鞍蠢刚一搏斗 客方已经败了 亲王大笑 不一会儿 登台拜下来的已有好几个人 店主人说 可以了 和王成登上台 亲王端详了一下王成的鞍蠢 说 眼睛里有怒脉 这是只凶猛善斗的鸟 不可轻敌 命取一只叫铁嘴的鞍蠢来对阵 经过一番月腾搏斗 王府的鞍蠢败下阵来 又选出更好的 但换一只败一只 亲王急忙命取来宫中的鱼蠢 片刻功夫 有人把着这只鞍蠢出来 只见它全身雪白 像露鸟一样 神骏不凡 王成胆接了 跪下请求霸体 说 大王的鞍蠢是什么 我怕伤了我的鸟 砸了我的饭碗 亲王笑着说 放出来吧 如果你的斗死了 我会重重的陪伤你的 王成这才放出鞍蠢 亲王的玉蠢直扑过来 这时王成的那只正像怒鸡 一样浮在那里严阵一带 玉蠢猛的一折 王成的鞍蠢突然飞骑 像仙鹤似的攻击它 两只鞍蠢上下飞腾 相持了很久 玉蠢渐渐不知了 而王成的却更加气盛勇猛 越多越急 不一会儿 玉蠢雪白的羽毛纷纷被遮动 垂斥而逃 周围观看的上千人 无不赞叹 羡慕王成的鞍蠢 亲王于是把这鞍蠢要过来 放在手上亲自拔着它 从嘴到找 审视一遍 问王成说 你的鞍蠢卖吗 王成回答说 小人没什么产业 与他相依为命 不愿卖它 亲王说 付你好价钱 中等人家的财产 马上可以到手 你愿意吗 王成低头思索了许久说 本来不愿意卖 大王既然这么喜欢它 如大王真能让我得到一份 衣食不愁的产业 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亲王便问价钱 王成回答说 一千两银子 亲王笑着说 吃男子 这是什么珍宝 能值一千两银子 王成说 大王不认为它是宝 沉迷我却认为 价值连城的宝玉 也没它值钱 亲王说 为什么 王成说 小人拿着它到日常去读斗 每次能得几两银子 换成米 一家十几口人 指望它吃饭 没有挨饿受冻之忧 什么宝物能比得上它 亲王说 我不亏待你 给你二百两银子 王成摇头 亲王又夹百两 王成看了店主人一眼 见店主人没动声色 便说 承蒙大王愿买 我愿捡一百两 九百两银子卖了 亲王说 算了吧 谁肯用九百两银子 换一只安纯 王成装起 安纯就要走 亲王莽喊 养安纯的人回来 养安纯的人回来 我实实在在给你 六百两银子 肯就卖 否则就算了 王成又看店主人 店主人仍没什么表情 王成心中已非常满足 唯恐失掉这次机会 说 以这个树卖给你 心中实在不情愿 但讨还了半天价 买卖弱不成 得罪了王爷 我担当不起 没别的办法 只好按王爷的意思办 王爷很高兴 立刻乘出银子交给他 王成装好银子 带一些赏赐出来 店主人埋怨说 我怎么说的 你这样急着 自己做主卖了 再还一下价 把百两银子到手了 王成回去后 把银子扔在桌上 请店主人自己拿 店主人不要 王成再三相让 店主人才把他的饭钱 算清收下 王成整治好行装 回到家 详细述说了自己的经历 拿出银子让大家共享快乐 老婆婆让他买了三百亩良田 盖房子置家具 居然又恢复了祖上的世家景象 老婆婆每天很早就起床 让王成督促拥工耕种 王成的妻子督促家人仿制 稍有懒惰 老婆婆就斥责他俩 夫妇两人安守本分 不敢有怨言 过了三年 家里更富了 老婆婆此别要走 夫妻二人共同挽留 他直到难过的流泪老婆婆才领 累下来可第二天早晨 夫妻二人去问安时老婆婆已 惊咬无踪影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